你看到的這個機器 是把海邊送來的鹽巴 送到這個一個一個槽 你看到的這個是鹽巴工廠 在做鹽整個的過程 太多人吃過鹽巴 但是沒有看到鹽的製作 這個是從海邊曬好的鹽 就是這樣 然後就送到這個槽 然後送進去以後 先經過清洗 你看到的這些槽 就是清洗完 手露出來的污水 所以你看鹽巴從海水曬乾了以後 它還要經過清洗又濕了 因為要把它洗乾淨 你是看到要進入這個工廠 它也做很乾淨的處理 鹽工進到這邊 要先洗手 讓自己乾淨了以後 才能夠進到這個工廠 在這個工廠 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邊有工人 你看 他們事先已經清潔 已經清潔挑過一次了 要經由這個輸送袋之前 再檢查 再把垃圾挑出來 然後 把這個鹽巴 送到最頂端 然後送下來 經過這個槽 清洗 也就是用乾淨的水 再把這些鹽巴 洗乾淨啊 在早期 海邊沒有什麼污染的時候 這個水 下來 是很乾淨的 那現在整個大海 有一些工業污染 所以清洗完了 就會有一些泡沫 清洗完了以後 在這邊做脫水 你可以看到 機器陷得很快 這是一個 脫水處理的過程 然後 你看到這一台機器 是一個鍋爐 它製作熱空氣 然後 由這邊的鹽巴 送過來以後 放在這個大槽 那經過高熱的空氣 再把鹽蒸乾 蒸乾了以後 由這個地方露下來 然後 經由這個管子 送到這邊 再做篩選 篩選完了以後 它就送到這裡 然後 送到這邊 它就做自動包裝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這些自動包裝 一層一層 你在這邊 就可以看到 一個一個容量 然後掉進去塑膠袋 這樣 自己充填 充填完了 這個 就金油底下的 輸送袋 這些輸送袋 就送到工人 這裡 來包裝 包成一袋一袋的 這樣子 就可以銷售到市場去了 這些工人 也都是 戴帽子 戴口罩 非常乾淨的 這裡有好幾條生產線 因為 在印尼 這個地方 雖然有一萬多個海島 但是 可以生產鹽的環境 卻不一樣 因為 生產鹽的地方 要海水的濃度夠 而且日照要充足 還要海水很乾淨 才能夠 去生產鹽巴 像印尼 有些地方的條件 就不合適了 所以 印尼這裡 每年 還需要從國外 進口很多的鹽巴 這是 鹽巴整個的製作過程 希望 你雖然 天天吃到鹽巴 你也可以去了解 這些鹽巴的工人 是很辛苦的 我在這裡面 也聞到這些鹽巴的味道 因為很鹹 一般血壓高的人 進到這個鹽巴工廠以後 再出去 量血壓的時候 血壓就會變高 這是很正常的道理 因為空氣當中的鹽混 也很濃 這是鹽巴工廠 整個生產的流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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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